經核酸檢測陽性個案共有132宗 快速抗原檢測方面,昨天共有158宗陽性個案 總共在香港有290宗陽性個案 截至目前為止,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中共有1192,452宗陽性個案 在確診的個案中,有21宗輸入性個案 在學校方面,今天大概有2000間學校已經復課 共有45宗是學校情報的陽性個案 當中有18宗在今早上學生檢測是做到陽性的 他們都沒有上學的 如下有些個案是在過去幾天假期期間 學生或老師在家裏做到的檢測是陽性的 在這45宗新增的陽性個案當中 涉及37名學生和8名員工 一共涉及42間學校,當中包括三間幼稚園、幼兒中心 23間小學和14間中學,另外還有兩間特殊學校 因為近日疫情回復平穩,醫管局決定由星期五、5月6日開始 核下26間醫院會恢復非急症病房及部門的特別探訪安排 每名病人每星期可以安排一至兩次的探訪 是每次由一位已經登記的訪客進行一節一小時的探訪 探訪期間不能夠換人 病房職員會陸續聯絡家屬講解安排 以及預約探訪的安排 家屬是無需另行致電這個醫院預約的